各位观众朋友,您好,今天要介绍的字是一个痴字,编痴的痴。 痴这个字在国语注音是,痴一声痴。 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刑法,在汉代,与杖、徒、留、死合称为五行,用刑的时候,先把犯人的上衣脱去,然后以逐杖或精杖打犯人的背部。 瘦型的人常常被打得皮开肉绽,后来觉得太残忍,才改用竹枝来打臀部或大腿,并以打十下为一等。 痴行共分为五等,也就是可以打到五十下。 痴又当鞭打来讲,如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述,张仪在游说诸侯的时候,曾经因为储像遗失了一块壁,而受人怀疑。 于是,供值张仪略吃数百,也就是把张仪鞭打了数百下,才把它放走。 要提出来的是,痴字很多人不注意,都把它悟念成了这个抬的音。 抬字的国语注音,除了念特癌抬,二声抬之外,还可以念特癌胎,一声胎。 当抬字念胎的时候,是专指人的舌头上所长的密构,又叫做舌胎。 根据舌胎的变化,常常可以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。 所以医生看病,往往会要病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,就是这个原因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痴字属于竹部,不可以念抬,如边痴,不要念成了边抬。 而抬这个字是属于草部,有抬跟胎两个读音,如舌胎,不可以念成舌苔,特别提出来,请您多加注意。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了,非常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明天再见。